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五百四十六点 深圳方面涨幅较小为百分之零点三七 欧洲方面几乎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下波幅都在百分之零点五以下 美国股市两个股市出现轻微下跌 道琼斯几乎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一 纳斯达克跌了百分之零点七 标普五百则有轻微的上涨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继续上涨 目前达到了一千三百四十四美元 油价也是在此刷新新高 比特币价格从九千点附近开始反弹 目前回到了一万一千三百一万一千三百美元附近 那么在外汇方面大家注意的这个美元指数 在昨天一度是创下了过去三年的新低 目前来说是命悬一线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点的就是呢 现在这个投资里面的心态 就是同样 贷款一百万 这个买房就可以 投资金融就不行 我们知道对于大部分朋友们来说 但是如果你让别人去银行里贷款 告诉你是贷了一百万 是用来买房的 大家会觉得是天经地义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人家告诉你 我从银行贷了一百万 但是我是投了股票 或者投了外汇 或者投了石油等等 等其他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他心里疯了 这个第一想法就是太冒险了 那为何大家同样对于这一百万的贷款 一个投在地产上可以接受 另外一个投在金融上就觉得是疯了呢 可能呢 大家心里觉得 这个地呢 永远是上涨 或者说长期以来肯定是上涨 即便是短期几年的回调 但是呢 之后还会回来 但是金融产品呢 大家肯定心里觉得不一样 万一我买了这个股票借款了 明天它倒闭了怎么办 那不是一分钱都没有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 你买的这个企业不是上市公司 而是你自己的企业 或者说是家庭企业 家族企业 那么为了发展壮大 你去银行里贷款一百万 用来投资在这个企业中 你可能是买设备 可能是拓展新的生产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愿意去贷款一百万 那么同样是一百万的贷款 你如果自己是这个股东 你就你或者你自己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厂的老板 你就愿意 但如果呢 你只是在二级市场里的投资者 你就心里不愿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差别呢 其实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对于问题了解程度的多少 说白了 如果这个你投的东西是你自己的 对它有非常多的了解之根之地 你就敢投 你就敢借着一百万 那个如果你投的是别人告诉你的 即便是过去的几年 利润或者说业绩非常之好 你依然会害怕 会担心 就是因为你对它不是完全了解 那我要说的这个例子的目的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啊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风险的定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同样的 比如说是数字货币 大部分人可能无法接受觉得它风险太高 但是你如果对于IT专专业人士 或者说你对于专业炒币的炒家来说 他们会觉得啊 在数字货币中比特币可能就是风险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同样的一个风险 在不同人看来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之说的这个小马过河一样 小马去问这个小羊 去问小松鼠 和问小牛 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 那其中的区别 除了我们自己感受之外 我觉得另一个原因 就是看你对于这个产品 或者对于你投资的标的物 有多少了解 你了解的越多 你接受风险的程度就越大 这也是从侧面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想投资好 如果我们想到能够接受一定的风险 我们就要对我们自己投的东西有所了解 要知道它能怎么样 最坏的情况怎么样 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路径是如何 我说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自己投的东西 而不只是不要光听我说 或者光听其他的那些推荐 就是啥也不想就去卖 那么今天再说另一点 我们看背后的一个图 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我们知道去年啊 这个数字货币是涨上了天 那么我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里面跟大家说到你的数字货币 我并不支持呢 是长期持有 我跟大家说到呢 我们短期投资者或者是普通投资者 可以在比如说比特币 在短期内下跌超过30%的时候 然后进场超顶 那为什么之前我一直是跟大家说不要长期持有比特币 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呢 我没有办法依照老的方法 来定义出比特币的价值 也就是说你以前用的所有的这个定价方法 不论是你这个用PE 失盈率也好 用现金折算也好 用背后的这个价值也好 你无法定义出比特币的价值 因为这个东西呢 之前就根本就没有过 是一个新型概念 新型的事物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知道前几年 早十几年最火的当然是矿产业 这个比较好定价 但是到后来 奶粉也比较好定价 但是到后来一些 比如说像AI技术 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等等呢 这些新型产物 完全无法定价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候 它的价格在猛涨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发现猛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去年比特币常一路上涨 我本人呢 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方法 觉得它的价格严重偏离它的实际价值 因此 对于普通投资者 我一直不建议 但从现在来看 可能是短期来看的是 这个啪啪打脸 这个涨了那么多 我自己呢 也有一些觉得自我怀疑 也许过了几年 不用几年 也许是今明两年 比特币出现重大调整 或者数字货币这个泡沫被破了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自我安慰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但是在这个泡沫破灭之前 这么一两年 甚至于两三年时间 其实呢 我现在看来 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 用短期的少量的资金去做尝试 所以我今天说的这个标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永远不要拒绝新的事物 我们去年其实错过了比特币 或者错过了数字货币 如果以后有新的概念 我们能够接受 或者说我们能够接触到 我想 我们可以选择用资金比例中的二八 甚至于更加保守一些一九 用百分之十的投资资金去做测试 去做尝试 即便是失败了 也不会上街动 所以说呢 我也要在不断地自我反省 自我调整的 我以前判断的方式 是不是过于保守的 是不是过于成就的 我定义价值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所以说 我们只有呢 不断地反省自己 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 这个取得 或者说不能取得一些成就吧 至少我们要让自己更加清醒一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感想 那么最后呢 今天晚上八点三十分 对于英镑来说比较重要 因为有英国的这个失业率 包括呢 英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那么做石油的朋友们 在凌晨两点三十分 美国会有石油储量数据报告 大家也要注意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